戴眼镜穿西装 在节目里宋轩益谈起珠宝专业 行情有条 这颗多少钱 现在开价 比较有良心的业者 大概300开价 珠宝学问深不可测 从怎么挑怎么选 再到如何聪明投资 宋轩益都有自己的一套 通路很强 很会行销的话 那在珠宝的类型 我建议是翡翠 因为它没有一个国际牌价表 斯文客气有温和 是宋轩益给人的印象 他的学金力也完整又丰富 目前是台湾保湿协会的理事长 在美国 香港和南京 都钻研过珠宝 但说到他持棍打人 邻居简直不敢相信 他的人可能是给他逼到了 他很气很气的 如果是真有的话 就是可能是给人家逼到了 他很气 最后心得也给他 事情之所以闹大 就是因为这段行车记录起 当时从百万休旅车 下车的旧式宋轩益 和后方车主发生行车纠纷 竟然拿甩棍狂殴对方 打人事件发生之后 宋轩益身影 经营的珠宝店也暂停营业 只发出一张声明稿说 因为从事珠宝业比较敏感 实贵是防卫行为 但是否防卫过当 会深自检讨 也会亲自道案说明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 与英信箱多声后开始计费 不过事发到现在 宋轩益的手机关机 警方也迟连络不上 派出所通知四次没到 案件已经送到侦察队 也寄出通知书 再不到案说明 警方就要申请鞠票 还是没有消息的话 宋轩益就会被通缉 我要打手机 他不是对病人 他电话他会接的 主保专家打人 来龙去脉怎么发生的 警方找人找不到 再不现身 恐怕就要 被具体 借人员斌许一林台中 采访报道